外場見血 烏里亞北約插隊結帳遭制止 進來續搭切掉男大生食指 買東西結個帳卻打盪雙雙掛菜 打盪兩個人都得住院 就近這兩人之間有成深仇大恨呢 起因是一名年月六十歲的成性男子 疑似因為不小心插隊結帳 導致後方的流性男大生心生不滿 兩人後續就在因為賣場的檢測廠 狹路相逢 流性男大生抽起身邊的機車大手 那成性男子就抽起平常上班用的折疊劇 互相大打出手 雙雙都掛彩 警方到現場的時候 雙方都也提之打鬥 5月2號傍晚 二十歲成性阿北跟二十二歲流性男大生 都來到高雄啟禁區最佳聯手賣場 兩人排隊結帳時 阿北不守規矩插隊 讓男大生很不開心 出聲制止 就連排隊男大生後方人的顧客也表達抗議 但是阿北被制止後依然過 沒有要道歉的意思 男大生急著跳過阿北 直接結帳 阿北被擠到後面 還不停謝謝念 想不到要離開賣場時 兩人都在停車場相遇 再度爆發頭角 兩人分別裝回自己的機車 男大生拿出機車大鎖 平時在中路過阿北 再拿出工作用的鎖子 互相攻擊 他目前都在醫院做住院治療中 目前雙方第一日新主愛住生命危險 我們其中也有相關的建物做一個查控 部落的過程中 男大生食指 慘遭斷指 幸好及時接回 但預呼要住院兩個星期 阿北也被打得傷勢不清 頭部及臉部有多處創傷 劉姓男大生的家屬在昨日 電話中聯繫說要向警方報案 警方也立即趕到醫院 開立報案證明單給劉姓男大生 他後續等雙方當事人 三次聯繫出院後 再來開手製作筆錄 他後續移送地鐵書同辦 警方表示阿北是齊心當地人 平常沒什麼狀況 因是四八大下有喝點酒 才會情緒失控 男大生的爸爸說 兒子平時很有鎮膩感 沒想到源於自止插隊行為 卻受到傷害慘焦斷指 遇到這種很容易暴躁的人 先緩和下來然後源於那個堂子 不要用言語在互相刺激 東新聞高雄報導